在當今的社會中,為什麼每一個人對對與錯都有不同的定義呢? 上帝的愛與恩典禁許我們對於道德俊則有個人性的解讀嗎? 上帝的律法就是他的十條戒命,是否已作廢呢? 今天我們來看看設比摩西的律法,對於我們的今日,是否還有意義呢?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和點擊通知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將來的視頻啦! Hello,我是凱米,歡迎你們來到揭秘聖經語言 混亂在全球範圍內激增 今天有很多瘋狂的槍擊事件報道 政治性的分裂和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肆虐 真是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我們正走向一個世界的新秩序嗎? 接著會發生什麼? 歡迎你和國際報道家凱米歐特曼一同來揭示聖經真理 並從聖經中探明你問題的答案 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時候 他目睹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和困難 但是從他們之中,他發現了希望的神跡 歡迎來到揭秘聖經語言2.0 這裡將會表明上帝如何賜給我們指南 為主要引導我們面對前方的一切 我們將會一起看看聖經的語言 是如何比以往應驗得更快 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滿懷希望地面對將來 大家好,我是凱米 再一次歡迎大家來到揭秘聖經語言 這個系列的講道將會帶領你 發現聖經中最偉大的語言 你可以去awr.org 去看以前的所有節目 然後找更多資料讓你可以學習真理 只需要點擊下面這條連結 訪問我們在線聖經學校 你也可以提問一些問題或祈禱事項 來滿足你具體的需求 同時我們都期待在聊天室見到你的參與 你可以留言或問問題 在我們上次的講道警告當中 我們認識到我們真的生活 是在人類歷史的最後一刻 上帝非常愛我們 所以祂總是會先發出警告 來到引導祂的百姓 為影響祂們永恆命運的 全球星重大事件做準備 上帝召喚我們 為耶穌的福林做好準備 這個事實有力的說明 上帝是多麼渴望 和我們每個人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 我希望你將會觀看 揭避聖經預言的每一次講道 很為那一天做好準備 今天的講道題目是道路 這是一個令很多人都很震驚的話題 解決社會上一些最大挑戰的出路 都寫在這本聖經裡 但是它往往被眾人忽視了 今天我們將會看到 在這本聖經裡 所教導的一些奇妙的生命原則 最近我和我的視頻攝製組 在菲律賓的叢林裡 困在一場淚雨當中 我躲在一個茅寵屋的下面 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和我一起避雨的 還有殺手和盜賊 遲些我會和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讓我們現在一起的低頭討告 天父上帝 非常感謝你通過聖經 設給我們答案 向我們指出 跪回你身邊的道路 回到完美的天國樂園 主呀 這是你最初的計劃 求你打開我們的心靈 設給我們智慧 使我們對你和你的品格 有更深的認識 這樣我們可以在所做的一切事上 榮耀你的命 主呀 我們再次的感謝你 這個時候聚集我們在學習你的說話 奉主耶穌的名祈求 阿門 為何我們每一個人 似乎對對和錯有不同的定義呢? 善和惡 在我們的第一個主題裡 我們學到聖經如何描述了 天上爆發的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到底為何爆發呢? 很簡單 路石虎的驕傲演化為仇恨上帝和他的律法 律法是上帝行事的方式 亦是天國運轉的原則 罪惡起源於天上的路石虎 到底罪是什麽呢? 就是違反上帝的律法 天上的眾生靈與生俱來 已經知道上帝的律法 但路石虎叛逆了 接著他講大話 以及教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 來反抗上帝的律法 在撒旦被趕到地球之後 他就跟著欺騙我們起初的父母 踏上背叛上帝的道路 撒旦從那時開始 就掀起了這場反抗上帝的叛逆 撒旦最大的動機 就是盡可能的扭曲和歪曲這些真理 好阻止人接受上帝為他們的王 這場叛逆完全是攻擊上帝的治理 他的標準 他治理的準則 你也可以這樣說他的品格 又或者他的領導方式 那上帝治理的方式 到底是怎樣的呢? 從根本上來講 就是愛與自由 上帝顯明了終極的愛 他在創造我們的時候 呼籲我們自由的意志 他准許我們選擇 又或者反對他的道路 我們時刻都處在一種爭戰當中 要是順從他又或者是叛逆他 是要選對又或者錯 選善或者是惡 那他的道路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根本不需要猜 他告訴我們 就是在聖經當中 聖經提供了確實的答案 讓我們來溫習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如果與聖經符合的,我相信 如果他與聖經不符的,我不相信 我們一起看看 《春埃及記》的第二十章 這裡記載了十戒 上帝頒布十戒 好讓我們擺脫路易 我們這樣看 前四個戒命表明了我們對上帝的愛 最後那六個戒命 表明我們對人的愛 我們一起按順序認識他 第一節 上帝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我是耶和華里的上帝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勞之家領出來 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帝說話 而全個以色列的人都在聽 以及承認上帝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路易 所以他接下來所要說的說話 教導他們如何遠離路易 以及告訴他們 讓我們聽什麼是真自由 讓我們不要忘記上帝和撒旦之間 這一場我們見不到的善惡之爭 魔鬼一定在觀察上帝 跟以色列人說話 而且我想像到 當他聽到上帝雷鳴般的聲音的時候 向人類宣告他天國的準則的時候 他就害怕 因為那些相同的十條準則 正正是他所真行 就是在天國的時候 他已經要對抗 另外如果人類遵從這些律法 也會令到撒旦的工作更加難 現在我們看看第三節 這是第一條的戒命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在我讀到這條戒命的時候 我正下來思考 如果我是上帝 宇宙的君王 我剛剛就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星球 而且我很喜歡我這個美好的創造 以至我願意以最理想的美好方式 我願意為他做任何的事 我希望我的受造物 會承認我為他們的上帝 按住他們的自由意志 愛我 信靠我 以及享受和我之間的親密關係 以及因為我會想保護我的人類 我希望他們不要被那些假神 沒有能力的神所誤導 我知道他們沒有能力 與之相反的 如果我是撒旦 我就會希望人類 被除了上帝以外的事所佔據 迷住他們 不一定要是其他宗教的神靈 但可以是任何能夠代替上帝的事 無論是財富、名望、地位 又或是活奪他們思想時間的電視節目 總之任何能令他們迷失的事 嗯 親愛的朋友 但一個戒命顯明 上帝懇求我們用愛去回應祂 不要被任何的障礙影響到我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上帝希望我們能夠專心地愛祂 而不是這個世界的事物 我們不要被任何的事取代到上帝 祂永遠是第一位 我們看看出埃及的二十章第四節第二個戒命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里的上帝是記者的上帝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但愛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我明白上帝為何宣佈敬佩物質性的事物是一種罪 這個降低了人對於上帝的認識 如果你屈身去敬佩一個石雕或立像 你思想的不是天上的上帝 但相反你是被這件事或受造物所吸引而不是造物主 隨著社會對於上帝的認識日漸降低 人類自身也變得更墮落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當中 我親眼目睹了很多人 敬佩各式各種的神像和偶像 這些偶像大多數都是塌下來的 很舊、很衰敗、沒有生命的 很多偶像甚至有很恐怖的怪獸面孔 扭曲、很醜怪的身體 他們都是自私的神 永生的上帝是無私的 是順劫美麗的 這樣是不是更加吸引呢? 這件事也完全反映在我們的星球上 由艷麗的花朵到壯麗的風景 從熱帶的鳥類到殉麗的日落 這個世界上人造的神通常都是很醜惡、很怪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搞笑呢? 如果我是上帝的仇敵 我會這樣做 上帝說祂是一個疾道的上帝 意思是祂很愛你和願意為救你而付出一切 上帝說不要做複製品和假武品 我是你的真實上帝 原裝正版 我擁有全宇宙一切的能力 上帝是永活的上帝 但是一切假武的都會崩潰或是最終消失 被埋在墳墓裡 根本沒有力量自己復活 又或者是令其他人復活 我們通過敬拜來表明我們的忠誠 所以毫無疑問上帝的敵人都會揭盡所能 混亂我們要敬拜哪一個和如何敬拜 上帝說不要試圖通過偶像來尋求我 因為你做不到 我在你和我之間已經設定了一條直達的道路 你可以直接來找我 撒旦始終是揭力地吸引人類去到關注人而不是上帝 他帶領人去到找神父、牧師、神學的教授為他們做指導 而不是通過茶巧聖經來親身認識他們自己的責任 然後通過控制這些領袖的思想 魔鬼就可以按住自己的意願來影響很多人 遇言反覆地表明了這就是當今正正正發生的事 另外在這個戒命內,上帝亦都在呼喚當父母 作為父母,如果你在你的人生裡選錯了 又或者將這個世界的事物當作神 你的小孩就會見到,然後會受影響 上帝在警告說你的小孩很可能會仿效你的選擇 所以要謹慎選擇哪一個是你的上帝 上帝也警戒地說 如果在你的人生當中選擇遠離我 而他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 所以你需要考慮 你是幾大程度上影響你的真孫 去到認識我 我很喜歡上帝結束這個戒命的方式 他向千萬人施連吻 就是愛他遵守他戒命的人 讓我們看看第七節 第三個戒命 不可望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命 因為望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從我們嘴巴說出來的說話 以及我們如何表達這些有何大不了呢? 當然大不了 上帝的要求是尊重祂的命 我們的創造主配得我們的敬畏 作為我們對祂忠誠的一個標誌 這個戒命不止禁止起假勢和一般的法勢 也禁止我們用慶述又或者無所謂的方式 去用上帝的命 宇宙中一切墮落的受造物 都知道上帝是賠得敬畏 只是墮落的我們 似乎認為洩足或發誓是OK的 當我們一起想一想 上帝說尊重我的名字 如果我發起對上帝的叛亂 我就會告訴人們要奏罵他 因為我知道這樣會令他很傷心 親愛的朋友 我們用語言榮耀上帝的時候 這樣令他很開心 我知道這樣是我想做的 出埃及的二十章八至十一節 這是第四個戒命 當紀念安息日首為聖日 六日要牢碌作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 你上帝當首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瀑皮、生畜 並你成女、寄居的客女 無論何功都不可作 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 定為聖日 我很喜歡這個戒命 因為它是非常美好 亦是我們人所需要的 我們的創造主很愛我們 祂知道我們將會享受 和需要每一個星期的休息 這二十四小時 是敬拜上帝的時間 慶祝慈福和獻賞感謝的時間 是使上帝成為安息日的忠心之事 亦是我們與家人團聚的機會 如果我想要破壞上帝的國 我絕對以最大的程度上混亂這個戒命 因為它代表很多意義 上帝想要與人類相處 想要與他們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 所以我就會揭盡全力確保 世世代代的人都忘記這個戒命 就是上帝吩咐我們紀念的獨一戒命 如果他們記得安息日 我就會扭曲他們 朋友對我來說 我很期待每個星期遵守這條戒命 因為益處不僅是屬靈上 亦是身體和心智上的休息 我們一起看看第十二節 第五條的戒命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夜和還 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我知道當我過去沒有這樣做到的時候 在我不尊重父母的時候 我會感覺很差 每當我用愛、印辭和體貼 去對待我父母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開心 不只關乎他們 亦是關乎我自己 同時這個戒命 亦帶有健康長壽的應許 我們要尊重地上的父母 還有我們的天父 我們可以從上帝的本質上 學習到寶貴的教訓 我聽過一個印度人的故事 他從附近的村莊買了一隻牛 帶著回家 第一天晚上 他注意到村裡的狗不停在吠 他們就加入了CCTV 當他們看到錄像的時候 他們很驚訝 他們沿路找回那隻牛的原主人 也因為很好奇的一張照片裡的一隻豹 他們竟然發現 這隻豹的媽媽 在這隻豹出生二十天後就死了 人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試試給那隻牛照顧這隻豹 然後他們就真的這樣做了 在這隻豹長大後 他們將牠送回森林 但豹沒有忘記養育牠的舊主 如今無論是那隻牛去到哪裡都好 那隻豹每一晚都會來看牠的媽媽 這隻豹真的做到孝順的榜樣 父母要代表上帝的良善 在人生的風暴中 庇護牠們的小孩 做牠們的盆石和支持 我知道你們當中 有一些人曾經深受 世上父母的傷害或虐待 那你怎麼可以尊重牠們呢? 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的天父 卸臉了我們 所以牠可以幫助我們原諒牠們 我們可以傳遞我們所得到的赦免 這亦有益於你心靈上的醫治 在《出埃及記》20章13節 第六個戒命 這裡說不可殺人 如果我們世界真正 進從這個顯而易見的準則 我們就可以不用擔心這麼多 無論去哪裡旅行 什麼時候旅行 天天還是晚上 我都可以毫無顧慮地走山、散步 無論在哪個國家、城市、哪個社區 相反在我旅行拍攝節目的時候 我都要有保鏢或軍事人員互送 最近我和我的攝製隊在菲律賓的松林當中 遇到一場淚雨 我就躲避在一個茅草屋的下面 我不是自己一個 我身邊坐著的是兩位攝影師 還有一個20人的大家庭 還有雞、狗、貓、山羊、還有一群豬 在我們一起避雨的時候 賈斯林和我們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說有一天 他和家人在吃早餐 突然之間急速的槍聲 打破了清神的寧靜 他的先生安東尼奧 就拿起他的攻擊性武器 他對戰爭一點都不陌生 作為遊擊戰士 他和他的妻子見過激烈的鬥爭 子彈亂飛 證明戰爭發生了 政府軍伏擊了他們 似乎沒有逃脫的希望 安東尼奧從前門走出去 賈斯林抱起小朋友 從後門逃走 衝進去松林裡尋求掩護 他們知道有一個秘密的藏身之處 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反政府分子 對於這些反覆的交鋒時 他是生氣多於害怕的 通常他一點都不害怕 但這次他和小朋友一起躲起來的時候 因為他很擔心先生會不會行傳下來 所以他們很萬分焦急的等待著 然後戰爭的聲音越來越遠 最後一切都安靜下來 在他們回到家的時候 他們見到安東尼奧的身體 被政府軍的士兵運走了 就在那一天 賈斯林失去了他的丈夫 而小孩子沒有了他們的爸爸 安東尼奧的身體到現在都沒有魂犯 但這個經歷令到賈斯林的心都高硬起上來 你說他會是多麼真菲律賓軍隊的士兵? 他決定要將他的小孩子 訓練成為最好的戰士 好為他們死了的爸爸報仇 當時最大的兒子只有十歲 到了十三歲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游擊隊 賈斯林為他感到很驕傲 他訓練年幼的小孩子 要怎樣無聲無色的潛入去叢林 怎樣找食物和怎樣做神槍手 他們連有的心靈也都高硬起上來 但有一天 賈斯林打開了他的小型FM收音機 播到一個陌生的電台 叫做福林世界廣播電台 有一個人的聲音開始講耶穌的故事 這位耶穌是慈愛的 他愛人 無論他們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他是無所不能的 他可以醫治病人 終能令死人復活 賈斯林覺得好著迷 他開始每一天的聆聽 而且他的心都開始軟化 因為他聽到有一位愛他 和願意眷顧赏面他的上帝 有一個願望在他的心裡開始增長 他渴望一種全新的生活 他決定要將他的生命獻給這位耶穌 他放下了他的武器 以及在心裡去到選擇要輸他最大的敵人 沒多久之後 他的小孩都和他一起聽廣播 有一天他的兒子跟他說 打救了 他都放下武器來跟隨耶穌 在賈斯林遇見廣播電台的主播的時候 他成面眼淚的問他 牧師呀 你為什麼等那麼久才跟我們說耶穌呢 如果你做一些開始廣播的話 我先生就不會死了 我們原本都可以有機會認識上帝 然後放棄我們反叛的鬥爭之路 可惜太遲了 今天賈斯林和他的兒子 愛耶穌 和遵守他的戒命 不可殺人 是他們生活的準則 今天他們是天國的戰士 選擇了比AK47步槍更厲害的武器 他們的新武器是信心、希望和愛 親愛的朋友 一切不公正的行為都會縮短壽命 好像仇恨、報仇和想傷害人 都違反了第六條的戒命 第十四節 第七個的戒命 這裡說 不可奸任 如果人類都能夠遵守這個律法的話 婚姻將會有很高的成功率 你亦不需要常常擔心自己的伴侶會不會有婚愛情 在上帝看來 婚姻是基於信任和純潔的結合 是這個地球上愛的終極體驗 是這種結合被淫亂破壞時 它就會粉碎整個家庭 沒有道德的指南針 我們的社會就會失去明確的方向 變得迷惘和混亂 我們的社會說 你的思想才是標準 沒有人可以左右你怎麼做 如果你感覺好 那你就去做 如果你覺得開心 那就去吧 兩個你情我願的成年人 想做什麼都可以 對於上帝希望你享受的一切 魔鬼都扭曲了 魔鬼將愛這個詞扭曲成為情慾 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家庭 降低倫理道德 傳播疾病和不信任 結果婚姻關係就消散 他喜歡征服和分裂家庭 為了要摧毀社會 上帝一早就警告我們 如何保護我們家庭 並且獲得快樂和耐心的平安 我們是否應該感恩呢 上帝聖化婚姻的計劃多麼完美 在出埃及記二十章十五節 第八個戒命 這裏說不要偷賭 上帝在這裏指向很多方面 最明顯的就是不要搶銀行 又或者拿不屬於你的東西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不要利用別人的軟弱 或是不幸 或是被會認為欺詐的事 如果我們是上帝的大敵 我就會令人生活在恐懼當中 貪戀他們的東西 花時間和錢去保護他們的東西 藏起來 然後又會擔心會不會不見 不見了之後又很傷心 上帝的計劃 是要我們每個人都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 而不需要擔心被盜 多麼完美的計劃 在第十六節第九個戒命 不可作假見證含害人 事實上在我們說謊的時候 我們自欺地認為這件事可以幫助我們解脫困境 但我們所做的實際上是為自己帶來更多混亂 因為我們一定要記得自己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和誰人說了些什麼 謊言造成了一種自我的監禁 就好像每一個謊言都在你周圍 捉起了一個牢房的欄山 你被困在自己的謊言當中 說閒話 善意的謊言 或者掩蓋事實 有選擇性的遺留一些東西 或者誇大一些東西 都違反了第九條的戒命 都來自謊言的始作俑者 你說是誰? 聖經告訴我們 約翰福音八章四十四節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方是出於自己 因他本來是說方的 也是說方之人的父 上帝希望我們說真話 這意味著信守諾言 一個例證來說明這件事 我很喜歡傑克的故事 他生活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 當時錢是很缺乏的 他的家人也是普通農民 傑克很希望能幫助他的家人度過難關 他只有一枝乾、一個鉤和一些寵 附近一條河仔 他就決定去釣魚去市場賣 那個夏天的每一天 他都會去到河邊 將他的魚乾拋到水裡 將魚釣上來 他原來和一家商店的老闆 達成了一個交易 老闆說 傑克,我知道你這樣做是想幫家 所以你給我的每一條魚 不論大的、小的 我都會給你五十四領 在十九世紀的早期 五十四領其實很多錢 在那個夏天 傑克每一天都去釣魚 有時候他會帶一些很小的魚 但這個老闆沒有白眼 對每一條魚 不論大小 他都會給五十四領 這樣幫助傑克的家人 順利刀過了那個冬天 傑克開始覺得很難過 他在想會不會利用了老闆 有一天,他看到魚上釣 然後他就開始向後拉魚乾 這條魚不單只是一條魚 而是一條很大的魚 故事裡說是有三十幾磅重 當他把魚拉上來的時候 這條是他見過最大的魚 在他走去市場的時候 有一個陌生人 開車經過見到這個男生 揹著他那條魚 他心想,哇! 這條是一條很少見的大魚 他突然停下來 就跟他說 喂!我給五十四領買了你的魚 傑克就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這樣做 有人已經訂了 對話繼續 而且那個人願意給兩個半美金 在十九世紀來說很多錢 但傑克拒絕了 這個確實是很吸引的價錢 但一直買我的魚的商店老闆 出了很高的價格 他以每條五十四領的價格 買了一些很小的魚 我覺得是時候 讓老闆買一條密超所值的魚 傑克決定順手他的承諾 這就是真見證的定義 傑克長大後 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將軍之一 就是傑克信將軍 在早年的時期 他決定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一個正直的人 一個順手承諾的人 一個順手承諾的人 在第十七節 第十個的戒命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獨屁、牛爐 並他一切所有的 親愛的朋友 這個戒命點出了一切罪惡的根源 它禁止我們的自私慾望 這個可以引發一切罪惡的多迷諾效應 你知道有一個聖經故事 記載在薩姆爾記下第十一章 大衛王貪戀他的鄰居妻子 拔士巴 這就是完美的例子 說明貪婪是如何帶來很多其他罪 貪婪導致大衛說謊 透洩 以及最終殺害拔士巴的丈夫 烏尼亞 為了佔有他的太太 如果我是一個反抗上帝之道的領袖 我將會確保每一個人都不滿足於他們的生活 我會使他們不停的競爭 令到疾到在他們心中成長 例如我的鄰居有一間很漂亮的屋 我會盡一切努力想擁有一間這樣的屋 我會讓他們無視上帝一切的祝福 好讓他們專注在他們一些沒有的東西上 我將會創造一個好像荷里活一樣的虛假理想 他們會變得貪婪但一切遙不可及 他們會一直在挫敗之中 我會煽動他們 讓他們去鬥誰是最性感、誰是最有錢、誰是最快、誰是最有趣 當人覺得他們達不到這些標準的時候 他們就很容易沮喪 或是他們會嘗試從其他錯誤的地方找價值和愛 上帝賦予你寶貴的價值 因為你是宇宙大君王的蟹子 上帝供應我們的需要 我們應該覺得很感恩 上帝的律法 就像一個力場或一道保護場一樣 放置我們走入很多罪惡的地雷坑之一 如果沒有上帝的保護 只靠我們自己 我們是沒有能力去抵抗邪惡的勢力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們需要用上帝的象徵環繞自己 每個選擇都有一個後果 撒旦的目標就是有片人類 陷入錯誤和錯誤的決定 打算故意在熟靈上、心靈上、情感上、身體上摧毀我們 然而上帝的願望是希望我們人可以快樂平安地在地上生活 順從上帝的律法將會拯救我們 遠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但他們不會讓我們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 事實上沒有與上帝之間的真實關係 只有一大堆的準則將會是一場很痛苦的經歷 有一對年輕夫婦結婚 他們享受了很美好的結婚典禮和蜜月 就在他們婚後的第一個早上 新郎哥就遞給新娘子一張字條 他說 我列好了每一日你要做的事 這樣將會令我們的婚姻更加順利 每一日你一定要早上五點起床 我需要豐盛的早餐 記得燙好我的衣服和褲 在他讀完擁場的清單之後 他就將清單貼在廚房的牆上 記得做完之後打個踢 新娘子 閉大眼睛 他繼續說 如果我們有了小朋友 我就會做一個新的清單 到時我們還有更多事情做 一切都必須完全按照他的清單完成 每一晚他都會檢查他有沒有踢光 還會很大聲發出他的命令 不用說了 他當然覺得很煩 結果不出意料 當然是離婚收場 幾年之後 這個女人愛上了一個善良的紳士 然後他們還結婚 他們一起過著夢幻般的生活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他們的婚姻非常美好 太太會幫助先生 先生又會幫他 他們很喜歡彼此陪伴 一起照顧花園 有一天下午 他在角樓製作盒子 他找到他前夫的一個事項清單 他臉變紅了 他心跳加速 內心憤怒燃起 他大聲讀出清單時 他意識到 起早生 我現在是 準備早餐 我都還在做 烫衣 我都在做 他仍然在做同樣的事項 就像那個曾經令他很生氣的清單 但當時他被命令他必須要做 但如今 他有一個充滿愛的婚姻 他的先生很感恩 他亦很愛對方 所以選擇很細緻地去照顧他的先生 我們順從的原因 不是要努力賺取上帝的恩寵 而是我們用愛去回應他 我不是為了賺取我的救恩而順從 我亦不是為了得救而順從上帝 而是因為我得救 在你認識上帝之前 這些似乎是令你覺得很壓抑的律法 但如今 他會在你生命中變得很有意義 亦不再需要很辛苦地去做正確的事 或所期望的事 如今這一切是關乎關係 有些人錯誤地認為 上帝等待著用雷電 隨時在我們犯錯時去衝擊我們 如果這樣是真的話 我們這一刻已經成為煙灰 上帝不是在天上等著罰我們 他在天上呼喚我們選擇不同的道路 好避免一切可怕的後果 法律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他反照了我們 照明我們的真面目 我們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在我們心裡 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聰明、忠誠、誠實 我們想成為這樣的男人 又或者這樣的女人 但當我們看法律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什麼呢? 法律或者會反照出 我們以前從來未見過的自己 我們沒有達到上帝的期望 我們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所以在我們接受耶穌的時候 他就來了 以及用他的耳鋪遮蓋我們 在父上帝看我們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完美的耶穌 這樣我們就會蒙接受 以及拯救進入他的國 現在我們認識了這十個準則 不如我們嘗試換個角度來再看一看 有關這十戒的一些常見問題和關切 一如以往的 讓聖經給我們答案 上帝的十戒可以被改變嗎? 在勞家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天地廢墟比律法的一點一或落空還容易 在詩篇八十九篇三十四節 我必不背棄我的藥 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 在詩篇一百一十一篇七八節 他的份詞都是確實的 是永永遠遠堅定的 馬賴記書三章六節 因我耶和話是不改變的 在任何情況下 上帝的十戒都是不能被改變或不改變 他如同上帝自己一樣是永恆的 在聖經中有三個世上的王 希律、阿哈徐老和大流士 都制定了一些律法 是他們後來想改大都改不到 地上軟弱的王頒布的法律都是不可改變 一個人怎麼能夠認為 永生上帝親手寫在石頭上的律法 是可以被改變的呢? 改變上帝的律法和改變上帝自己 一樣是不可能的 按照聖經,罪是什麼呢? 約翰一書三章四節 罪就是違背律法 羅馬書三章二十節 法律叫人知罪 魔鬼仇恨律法 因律法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一個救主 救我們脫離罪惡 耶穌有沒有遵守十戒呢? 約翰福音十五章十節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這個很清楚 在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一節 你們夢照,原事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的確耶穌遵守了十戒 祂和我們留下了很多榜樣 有多少人犯了罪呢? 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罪惡的生活有什麼懲罰呢? 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 罪的公价乃是死 如果上帝的律法可以被改變的話 耶穌就沒有必要寫在十字架上面 耶穌負擔了罪的懲罰和流血犧牲的事實 證明了律法是不變的 有人說十戒是舊約 對於我們新約時代的基督徒來說 不再適用了 耶穌對此又有什麼說法呢? 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節 你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戒命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節 耶穌說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親愛的朋友 反之亦然 如果你不愛我的 你就不要遵守我的戒命 啟示錄二十二章十四節 遵守他戒命的人士有福的 啟示錄十四章十二節 聖徒的忍耐就在於此 他們遵守上帝的戒命和耶穌的真道 親愛的朋友 新約聖經清楚的教導 上帝的子文將會遵守他所有的戒命 我們知道當今的世界遇到大麻煩 因為很多人認為遵守上帝的律法已經不重要 聖經提到我們的時代的時候說 這是耶穌說幹佛的時候 因為人廢了你的律法 這是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二十六節 你或許都會問 那怎樣遵守戒命 肥立比書四章十三節 我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希伯來書八章十節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一個人的本性完全被改變了 所以他發現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快樂的 不遵守上帝的戒命 還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 約翰一書二章三到四節 我們若遵守他的戒命 就曉得是認識他 人若說我認識他 卻不遵守他的戒命 便是說謊話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人是不是靠著守律法得救的? 《以弗所書》二章八到九節 你門得救是本乎因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沒有人是靠遵守上帝的律法而得救 每個人都是靠著上帝奇妙的恩典而得救 凡是靠耶穌的恩典得救 或是改變的人 他們都會樂意順從他的律法 來表達他們對上帝的愛和感恩 在今天所聽到的訊息當中 你是不是都看到 上帝有聖結的律法了? 你可能會問我會不會犯錯 會呀 我是不是故意去違反戒命呢? 我不是 在我犯錯的時候 我會狠切地祈求上帝赦免我的罪 我要不要質疑我沒有得到祂的赦免呢? 不需要 耶穌說 在你祈求祂赦免你的罪的時候 祂是信實的 公義的 祂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Amen 如果你很久沒有結證你的心靈了 朋友呀 請你來結證你的生命 耶穌願意赦免和結證每個人 無論你做了什麼 不要被魔鬼在你耳邊低聲地說 你不夠好 你不夠資格盡天國 沒有什麼罪是耶穌不能夠赦免的 你要保證 每一天你都是靠著耶穌的救恩 變得潔白如雪 在你觀看或聆聽的時候 你時刻願意說 主呀 我是一個罪人 迫切地需要一位救主 主呀 我願意靠著聖靈的能力 信從你的律法嗎? 如果是這樣 請你點擊下面的連結 告訴我們 你願意靠著聖靈的能力 你渴望信從上帝的律法 朋友呀 讓我們一起祷告 天父呀 今天我們認識了 你所指示給我們的生命之道 以及如果我們信從你的律法 我們在今生 在永恆當中 可以活出最完全的生命 感謝你賜下律法 你也保護我們的生命 求你賜能力 讓凡是聽到這個真理信息的人 和決定要走在你道路當中的人 奉主耶穌尊貴的名祈求 阿門 朋友呀 不要忘記 我們的線上聖經老師 都在等著解答你的問題 多謝你們的收看 願上帝恥福你們 邀請你們 下一集再來到認識真實的印記 這一個是至關重要的信息 你絕對不會想錯過 多謝你收看 KEEP BAY 聖經語言 選擇上帝的道路 下次見 多謝你們的收看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學習更多的真理 我邀請你在下面訂閱 還有可以按這裡 去到看我最喜歡的視頻 你也可以點擊這裡 左上角 去到收看本系列的全集 上帝恥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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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不論你 上帝恥福你 如果你的部分 還沒點擊 你也不要看他 跟隨便